6月9号到现在 或者国往今来 香港的平民 除了六七暴动之外 有去针对一些无辜的平民 为目标来去猎杀吗 我们这么久 有破坏过一间商铺 有破坏一家民居吗 有炸烂过他们的玻璃吗 我们针对的是什么 立法会 我们针对什么 警察 针对什么 我们针对是黑社会 我们对抗的是这些 专政机器的爪牙 所以很清楚的 我们这个不算 那个恐怖主义 否则巴黎的 那个黄备姓的运动 就是恐怖主义运动 因为它天天 就是跟警察搏斗 那我们会不会称呼 巴黎的黄备姓的 思维者是恐怖主义分子呢 怎一所事吗